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中国出口的廉价钢铁 正成为全世界围剿的一个对象 而其中有一些原因 我们待会为大家做出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2024年 中国新公布的4月18号公告 GDP的成长率第一季是增长5.3% 大家都很错愕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的状况很不好 不好到什么状况呢 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 过去可能有40%或是50% 官方支持 其他的像民间募款或是卖票的 有一些机构已经很担忧未来 他们能不能生存 有些机构已经发布出薪水两个月 而且我讲的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所以你就要想象中国现在经济状况 如果你没有到中国大陆去 你就很难想象在商场里头没有人的那样的一个中国 那个奢侈品品牌繁华的中国已经不在了 而中国再度的第二次公布青年失业率 这一次没有把在学校里头的应届毕业生算进来 而是全部毕业生算已经毕业的一般的青年失业率 这一次是15.3% 这数字还是相当的高 但是中国大陆有说这是持平的 那主要的重点是GP的5.3%从哪里来 我们刚刚提到说中国的经济相当的不好 可是这5.3%从什么地方来呢 这就是回答了我们要求的